克什米尔机战持续两天 近200人倒在雪坡中 大批印军被击毙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据今日印度6月19号报道 印度军警在过去两天 与大批武装分子 在克什米尔山谷地区发生激烈交火 近200人倒在雪坡中 印度特种部队和边防军警 遭受了惨重伤亡 据报道 从当地时间18号晚上开始 印控克什米尔邦的潘普尔和苏平两个地区 先后遭到了大批武装分子的袭击 当地反政府武装占领了著名的教堂 与印度军警和特种部队发生交火 由于现场有大量平民未撤出冲突区域 武装分子又混在人群中无法分辨 印度军警在现场包围之后 无法动用重型火力 反政府武装在教堂内居高领下 向印度军队发起袭击 战斗从当天晚上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 导致近200人死伤 印度军警也出现了严重人员伤亡 据克什米尔邦安全与警察部门高级指挥官巴格辛格透露 印度军队在第二天早上调来了大批催泪弹和烟雾弹 随后向武装分子据点发起攻击 事后统计 有8名武装分子在交火中被打死 还有部分武装分子突破包围圈 逃进了克什米尔山谷山区 目前印度军队派出了特种部队 对克什米尔山谷进行全面倾角 战斗仍在持续 辛格表示 这些武装分子接受过专业的军事培训 装备有排击炮 大口径机枪等重型武器 此次恐怖袭击蓄 蓄意破坏当地社会稳定局面 受到了巴基斯坦的背后的支持 印度媒体表示 克什米尔反政府武装在近期发起的袭击 已经导致近100名印度军警死伤 其中还包括上校级别的指挥官阵亡 印度政府从3月份开始 加大对当地反政府武装的倾角力度 甚至打死了反政府武装领袖纳谷 声称当地安全局势得到好转 印控克什米尔总共有400多名反政府武装 已有100多人被打死或抓获 令印度意外的是 进入5月份以来 反政府武装发起的袭击 反而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 印度时报援引陆军司令部官员的话称 巴基斯坦续在克什米尔地区发动恐怖袭击 试图让印度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对于印度方面的指责 巴基斯坦方面予以坚决否认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对论坛快报表示 印度军队在近期对巴控克什米尔 发动了超过1000多次炮击 摧毁了200多座建筑 导致巴方100多人死伤 印控克什米尔人民 正生活在全球最大的露天监狱之中 当地人民站起来反抗 是印度咎由自取 希望国际社会接入调查 印度欺压当地民众的行为